无数巨型花岗石组成了地藏王菩萨的道场九华山 这些山是连寻错额的山剑峡谷中 究竟隐藏了哪些珍惜野生动物植物 敬请收看三集系列片《走进九华山》第二集 天宝石耳 农历七月三时是地藏王菩萨的生日 也是九华山香鹤最多的日子 早上八点我们走遍中国设置组搭乘第一班缆车 赶往九华山中百岁公 今天我们赶走的目的不是为了上香 而是到山上寻找一位可以登山攀岩的丹山公 百岁公建在山脊上 由于宫中保存有肉身菩萨 在九华山名气很小 把建筑修筑在山脊的岩石上是九华山的特点 更令人称奇的是 这里的岩石上还长出一种叫石耳的植物 这一次我们就是希望看一看 石耳是怎么长在石头上的 据说丹山公王立春在九华山踩石耳很有名气 我们首先要找到王立春 登上百岁公的山路有七公里 这条石板路正对着寺院的山门 至少一半的乡客会选择步行上山进香 在寺院的山门口 我们拦住了丹山公王立春和祖师傅 今天这路您来走的话大概能跳多少斤 今天我学很长时间没有档了 教我一条大概要两个多小时大概可以差不多 一百多斤 左师傅最多能跳多少斤 就是我年轻现在大了 我担心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 跳过两百多斤 两百多斤 不管多重都是三十五块钱 这签的也是这么切 中的也是那么多切 五十斤坦数 两位丹山公今天的货蛋里挑的是蔬菜和寺院用品 而且蔬菜里就有石耳这种菜 我们听后非常兴奋 因为这次寻找丹山公的目的就是上山采摘石鹅 这已经泡好的石鹅 后来池子都还要洗 什么是洗两三道 不容易洗干净 对对对 它越来越来越细越杀 杀池子里面 石鹅可以挡豆腐 可以吃瓜 可以炒豆腐 在九华山的山货里 石耳黄金灵芝 可以称为头三甲 由于石耳价格较高 数量少 又有一定要性 寺院的僧人一般只在夏季使用石耳 今天我们在百岁公的素餐上 看到的是石耳 青菜炖豆腐 吃完素餐 王立春同意帮助我们一起去采摘石耳 沿着山脊小路 王立春领着我们向着寺院对面的一处悬崖走去 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 它包含有九十九座山峰 方圆一百二十公里 常年生活在九华山的王立春 对山中的溢草银木都相当熟悉 由于视线没有同王立春沟通好 我们心里有些担心 山高路险 王立春能够踩到石耳吗 四十分钟后 来到一面悬崖下 王立春从旁边爬上去 用绳子捆好自己 开始寻找石耳 虽然我们在下面看到王立春动作敏捷 但是崖壁又陡又险 不时会有石头落下 心中难免忐忑不安 好高啊 好像踩到了 往前走 这边掉石头啊 往前走 往前走 王师傅有石耳吗 有啊 慢点 石头 小心别蹬石头下来 一个小时后 王立春从崖壁上下来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 由于准备太藏促 王立春的绳子带得太少 岩石上有几个石耳 却够不到 最后无功而返 看来踩着石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没踩到石耳 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钟 山上地形复杂 我们担心天黑了不好走 于是决定下山 下山的路有三公里 这种奇距不平的山路 让我们设置组体验了一次 九华山户外探险的滋味 九华山的山路究竟有多难走 天黑之前穿越河谷 是否能有惊人发现 请继续收看天保时热 这儿好滑 这个石头上 好 你去那地方 行 好 你来小心 这可怎么办 是石头的地方 对 有青苔 那里一只大乌龟呢 哪儿 一只大乌龟 在哪儿 那里 哦 这么大的乌龟 对 哇 就那个地方 那个石头上 对 对 有一个特别大的乌龟 现在还正在爬 哇 这可能是人家放生的 放生的 可能是人家放生的 看到王立春 慢慢脱下外衣 放到后面树枝上 我们都以为 他要抓水里的乌龟 可是 王立春突然 去跑到水池的另一面 这时 我们看到石壁上 趴着一个小东西 哦 哎呀 他跑太快了 他跑太快了 这个藏在水底的蛙 在九华山 被称为石鸡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 石鸡只在傍晚和晚上 出来活动 现在的时间 正是太阳要落山的时候 快快快 他停在这了 我来转 我来转 好好好 小心啊 是吧 哇 转转了 抓到了 哦 好大啊 这个就是石鸡 这个就是我们这儿 说的那个石鸡是吗 对 这就是我们本地 他们做的叫名字 叫石鸡 石鸡 为什么叫它石鸡呢 它长得就有点像 那个石头那种感觉 那不是的 它石鸡它是在 它存在 土壤上 就是这样的石头 在田野上面 它这个田野 怎么了 它就在山里面 山里面 所以它叫到 为什么这个 就是它叫石鸡 它又不是鸡 这个具体我也搞不清楚 反正 反正 他们是 是怎么说的吧 就像鸡的交声一样的 哦 这才是 咕 那样 咕咕咕 那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我们本地 经常 你听听 它叫的一般 叫它 光光光 灯光光 对对 好 那我们就 还是把它 放到水里去吧 嗯 让它游走 哎呀 哦 游下了 游下了 哦 它去找 它赶快藏到石头里去了 虽然王立春是抓石鸡的高手 但是在九华山专门上山抓石鸡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只石鸡的嘴巴上有伤 可能被蛇咬了 所以行动变得不太灵活 九华山上有三石 指的就是岩石上的石耳 石头下的石鸡 和山剑小溪里的石鱼 如今三石在九华山 都是难以寻觅的宝贝 由于九华山良好的生态环境 下山的路上 我们还看见了娃娃鱼 寻名大泥 这一次我们没有打扰它 只是远远地目送它 钻到了石头下面 哇 有墨呢 哪啊 你看 那这个是石耳吗 这种它不是石耳 它是木尾 它是石耳 它是长在是悬崖上面 长在那个山高的地方 它是 好 你看 这个大呢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那种木啊 对 这种就是我们当地他们吃的就是这种木尾 因为今天呢 它的天气不什么太好 它又有点软了 不然它天气呢 天气干燥了 它又有点阴很 你就把它这个拿回家吃去 那我也带回家尝一下 看到枯树上生长的木耳 我们更加渴望能够了解石耳是什么植物 又是怎样从石头上长出来的呢 这个石耳与我们常见的木耳又有怎样的区别呢 三个小时后 我们回到九华镇 九华镇是九华山的行政中心 镇上汇集着宾馆和商铺一百多家 第二天一早 在九华镇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张银虎 专门带着我们去商铺 看一看九华山的各类山户 也见识一下采摘晒干洗净后的石耳是什么样的 这让你看看这个是黄金 这个就是黄金 这比较大的 这个是小一点 九华山呢 土豆产有一百多种 这主要出名的有黄金 凌汁 还有这种石耳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年洗的石耳 这个石耳炖鸡汤 炖排骨汤都非常好的 还有炒鸡蛋都行 比如我们这边拜福的人 吃素的就可以豆腐啊 弄点小春花就非常漂亮了 干石耳有点像木耳 也像干树叶 一面黑一面灰白 我们想象不出来 这种植物是怎么在岩石上生长的 只是更加觉得石耳一定很难采到 第二天下午 王师傅又带着我们出发了 这次我们是换乘缆车上到山脊上 然后沿着山脊寻找比较大的崖壁 一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一处山洼里 山洼里的水池被当地人戏称为天池 不经意见 我们在路边就有了重要发现 有点没干着 我都看不清 这么大 我等你爬上去看一下 就是这种就是石耳吗 你慢点 好好好 小心点 你看 你看这里有一块 就这种灰白色的这个 这个底下它矮是矮 它现在太小了 确实很小 它大了 别人踩完了 就你看这一整片石壁上 密密麻麻的都是这种小石耳 我们普通的人从这路过的话 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就是石耳 我能摘一个下来看看吗 可以 转 对 对对对 要这样转一下 它自己就掉下来了 对对 哦 已经基本上都干了哈 对 太干了 你要 不好吃 不好吃 我淋个水 它是太干了 我们一般的菜呢 它是要撒点水 我这个等一下 这个给你们看一下 那要转一下 它就断了 你下来了 这个太小了 对 这跟那个木耳差别太大了 而且最后我们在山下看到人家卖的那个石耳也不一样 就它这个颜色 这个浅 木耳它有软软的 它这种天气干燥 天气干 它是干的 所以一碰就碎了 对对对 它这个石耳 它是后面是黑色的 因为这个面是白白是黄黄色的 它要不是石耳呢 它是也有一种 不是石耳 它长得跟它很相似 但是呢 你要把它扯下来 跟后面呢 它这个反边呢 是黄的 黄颜色的 那个就不是石耳 那个是什么呢 那个我们家里叫 称的是石屁 石头巴子上面呢 长得石屁 不是石耳 它也不能是 这个石耳呢 这边是黑色的 对 木耳它两边几乎差不多 都是那种棕色的 都是棕色的 对差不多 而且石耳这一面颜色也很浅 贴在这个盐壁上都看不出来 这也是它的一种太阳的阳光照色的吧 就被晒成这个颜色了 对 可能是 郑老师 就我们九华山长这种石耳 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个山里的 这个地质地貌有关系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九华山自然 这个遗迹啊 主要是以花干岩为局 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片海洋 137年以前 我们这里面发生了地壳运动 那么这些高山的主成都是花干岩 那么石耳呢 它对石耳的生长呢 那是很有这个条件的 这是它喜欢长的这种花干岩上 对 它在一般是说在花干岩上面 在那衣服 花干岩才能生长 泡了之后 虽然我们看到了 长在石头上的石耳 但是看到的石耳很小 同我们想象中的石耳 也差别太大 心中难免有些失望 时间到了傍晚 上山攀岩危险重头 王立春是否还能够采到 更大的石耳 请继续收看 天保石耳 在稍稍休整后 我们决定 向这块岩石的顶部进发 直线距离 大约只有200米的路程 我们足足花费了30分钟 也没有攀爬上去 最后 还是王立春先上到顶部 放下一根绳子 才把我们一一拖了上去 好 这个暂时你给我放在包里 我等一会要 王师傅您选这个树是不是有点细 这个树已经够了 不需要这么粗 它也是我们一旋绳的时候 我们一定旋在这个根底下 旋在根底下 没事的 我们一般就是他们胆大一点点的 因为这个底下摔不好踩 位置行错了 但是也可能比方说 它要一堆算在这里就可以的 这么细的这个树 因为我们算在根底下 这根底下结的很难 你还拉得动 你拉不动 但我觉得这还有点太细了 那你这个绳要怎么寄扣呢 我们上下就跟爬梯子一样 一个就要上一个就要下 你要是这个阶打的是一样长 那你就不得上去 你上不了 你下下不了 下也可以 不得上 上不了 怎么回事 就是说那节一样长 您脚是要踩在这个节上吗 还是对 就像一个那个梯子 那个中间那个一样 踩晒的时候 把腿套进去就行了 哦 就在要上吧 那这样你往下 它不会往上滑吗 往上走 不要紧 不会的 就得再从这儿再套一次 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个绳子 就绕到这个小树上 我看了 跟这个树是斩的是直线 跟这个小树是直线的 瘸子线的 因为这个大树呢 它是有点偏 等一会我人下去踩射的时候呢 这一刻下去呢 人就踩不到那个石 哦 因为它这个是确实线 我非要放在这里 哦 王立春用几分钟做了攀岩的准备 然后带上两根绳子 背好带子和矿泉水 顺着岩石慢慢向下走 我们的摄像师选择了旁边的一块岩石 用镜头记录了王立春采摘石耳的全过程 好 在镜头里可以看到 贴在石壁上的石耳是灰色的 同岩石的颜色接近 由于天气干燥 石耳就像长在石头上的木耳 被太阳晒干后 卷曲在岩石上 而且显得又干又脆 王立春悬挂在空中 脚灯石壁 左右小范围移动 为了安全 财石耳的人都不会在岩壁上左右移动太大的距离 因此选择放绳索的位置很重要 王立春这一次带了足够长的绳子 选中的采摘点石耳也较多 但是王立春并没有采集很多石耳 很快他就回到平台上 王师傅你踩到石耳了吗 踩到了 那你给我看一下 这个比下面那个大得多 这个都快跟我们就平成种的那个木耳差不多大了 而且我发现这个颜色和下面那个也不太一样 就它这面这个黑色的是贴在那个石壁上的 但这个绿色的这个是朝外面的 绿色从外面 这个绿色刚才不但是有了一点白颜色 我铺过水了 它后来就定录了 就铺过水之后它就变得比较水灵一点 看上去 对对对 对 那像这么大的这个石耳 如果现在咱们这个九华山能卖到多少钱大概 像这么大的大概是三百块钱一千左右 这个要洗的话主要是洗哪一面 洗这个颜色比较黑的这一面 贴在岩石上 因为这上面贴在岩石上 也有青苔啊 露在外面 这个石耳呢 跟这个木耳它不是一个枯 这个呢应该它是一种菌类 它生长的一般都在海边 八百多米高以上的岩石上 花根岩上才有的 而且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听说 石耳有人工质品 踩到了大个的石耳 心情完全不一样 傍晚下山 虽然路更加艰险 但只用了五分钟 我们就连滑带跳 下到了山崖下面 按照视线的约定 王立春把石耳送到镇上的小饭店 饭店的经理李鸿梅 为我们清洗刚刚采摘的新鲜石耳 李鸿梅告诉我们 洗石耳首先要用开水冲 泡上五分钟后 用剪刀去掉石耳的根部 而最困难的工作 就是逐一清洗 带点水 看您搓的这个 您已经把绿色基本上都搓掉了 对 一定要带点水 我来试一下 好 就是上面得带一点水 然后就像搓衣服那样 放在手上 我试一下 我很怕把它搓碎了 但我就觉得这个度我很难掌握 我怕用劲大了 就一下把它给搓碎了 没关系的 刚才我们已经用过 开水给它泡了 它已经很舒服了 就不容易碎 如果是硬的 你这样搓 肯定就全部都烂了 它这个呢 很有弹性的 有弹性的 没关系的 你随便怎么搓 它都不会碎的 上山采石耳十分困难 这仅仅是第一步 而洗石耳 则是更加繁琐的工作 现在我们知道 石耳不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 是依附在石头上的第一类植物 因此石耳表面泥沙较多 这洗一片 大概得洗多长时间 你们平常 一个小时也只洗了 二三两吧 一个小时洗二三两 对对 就洗出来之后 这个石耳很薄 对都能透出那个光来 对对 就变成它本来的那个颜色了 就之前那一面全是绿色的 其实是粘的那个青苔 石耳炖鸡汤 是九华镇上各家餐馆的大菜 鸡汤要长时间炖 而起锅前放入一小把石耳就可以了 石耳不需要长时间煮 这个一个成多一点 成天然的 就是农家的土鸡 请两下口的 好好好 我们尝一下 看看好不好 张老师 就我觉得这个鸡汤真的很香啊 但是我好像就是吃不出来那个石耳的味道 那么老鸡的味道呢 就是显得比较浓 但石耳的味道就显得清淡一些了 石耳的饮用啊 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应该从糖尝就开始 本草干木里面呢 也有记载 本草干木树呢 它的优性呢 钢瓶 有去活解毒清热的功能 而且还有这个孕肺补肾的这个功能效果 石耳的老鸡呢 是我们这个地方呢 造的客人的一道那个商品的这个菜样 三天的时间 我们终于采到了石耳 也品尝了老鸡石耳汤 傍晚时分 我们再次走进九华山 把王立春送回家中 道别时 王立春告诉我们 虽然他攀岩爬壁 身受敏捷 但是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去捉食鸡采石耳 他想 石耳的根 是吸附在石头上生长 采多了 还能有石耳出来吗 生活在九华山 王立春除了做挑山工以外 做瓦工的收入 是他生活的主要来源 要经营始维的动作